- 師傅,中國有這麼多武術是甚麼原因學了大勝疲掛呢? 其實這個問題很多徒都曾經問過我的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父親本身都是練大勝疲掛的 所以我很小時候就學大勝疲掛 到了我年紀大了,想進一步提升我在大勝疲掛裡面的技術、拳術、器械或者工房技術裡面 我爸爸就帶了我去拜現在我的師父,陳秋中師父為師 就正式在第二個層面裡面再去進修大勝疲掛門的拳術 師父,我想問南派和北派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南派和北派都是我們中國武術 因為我們中國的復原很大,我們的地方很大,人很多 一般人就會將長江以南定性為南派,長江以北的拳術定為北派 之間的分別呢?在北方一般是乾燥些天氣,平原比較多些 那些人就喘跑崩跳,動作大些,多些利用腳法 那反過來,我們中國的南方是比較多雨水的,地方是比較濕滑些的 下雨的時間比北方多多出來的 所以在北方的拳術和我們南方的拳術分別呢? 南方拳術比較講求腰馬,要站穩,還有空間不需要那麼大 我們北方練功夫的空間很大,但是南方練功夫的空間很小 有些叫做臥牛之地都可以練功夫,其實這兩種功夫都是各有特色 都是因為地域的關係而分開,概括分開南派和北派 是這樣的,我很有興趣想問這個問題,外加權和內加權有什麼不同呢? 剛才你的問題,內加權和外加權裡面其實都有一個明顯的分別 首先,為什麼會有內加權的出現呢? 其實內加權都是由外加權演變出來的 中間有什麼過程呢?就是因為那個呼吸方法是大家都有不同的原法 譬如我們外加權,我們講力量的,講快速的 我們叫做外煉筋骨皮,內煉一口氣 我們講要求,我們一般都是心肺功能的 內加權的一口氣跟我們外加權有少許分別 他們的一口氣是講單田,是講一個類似氣功的呼吸方法 所以外加權的動作我們是快的,出力的 外加權因為要配合一個呼吸方法 他的動作就不能夠太快 因為呼吸通常比較慢,比較柔順 他的動作更慢一點,是跟呼吸的次數 或者長短時間互相配合 所以在我們一般來看法,打快功夫的人 我們叫做外加權,出氣力的 一般打輕柔的,以靜制動的功夫 我這種形式,我一般就該括為內加權 所以一般我們講內加權,我們首先會講太極權 如果你說外加權的,好像我們大勝劈 這些長權逆升權術,就是外加權的分別了 這個最佳能力的分別 如果你說外加權的, pronounce誰 其實是無敵方法 如果你說外加權型,就以內加權壞了 感谢观看